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好 那這個冰性要補充 對 因為剛才說 那個發票為什麼他留著 其實你看他們結婚二十四年 我覺得這年紀 可能跟我差不多五十幾歲 其實我們五十幾歲 女人他們不是說半年 都沒有什麼關係了嗎 沒有性生活 很多女生這個年紀 基本上跟老公是分房睡 所以分房睡的話 他的那個發票或自己有一間 他就放自己抽屜裡面 是實際上是蠻多種狀況 那第二個狀況就是說 他為什麼就是說 女兒發現了以後 會不會告訴自己的媽媽 這件事情 我真的是朋友親身經歷 就是他就是女兒的 那個就是老公啦 那個電腦壞掉了 用他女兒的 結果呢忘記登出 結果他女兒就看到 他爸爸跟別的女人的一些對話 你知道嗎 然後他非常的痛苦 因為他覺得他要告訴他媽媽 還是不告訴他媽媽 告訴他媽媽 可能這家就毀了 所以他那段時間天天發脾氣 就是對他媽媽也發脾氣 對他爸爸也發脾氣 你知道嗎 所以最後終於他還是告訴他媽媽 結果果然他們離婚了 所以他也不知道說 他做的到底是錯還是對 你知道嗎 所以就是說 你說這女人來講 他發現好 還是不發現好 其實有些 你說他真的不知道 他老公有些什麼風吹草動嗎 拜託隔一兩天就不見了 或者說隔一兩天 他知道可是他不想戳破 有些東西就是說 你如果差不多 我就算了 可是如果說 你都已經被女兒知道了 我如果不處理的話 我在那個面子上 或什麼上 我掛不住 我很能交代 我要怎麼以後告訴我女兒 就說我就忍嗎 就是說你明明知道 就是說好像還是要有態度 你知道嗎 對 就是女人的很細微 如果你爸爸被你發現 你會跟你媽講嗎 我會先跟我爸談 我叫他趕快結束 事實上我也有朋友這樣子 他是男性 我男性有人發現他爸外遇 就他很生氣 非常生氣 然後就跟他爸爸談 就是如果你不解決掉的話 我以後不認你這個爸 你知道嗎 結果就發狠話 發狠話以後 結果他爸真的就是結束了 所以有的時候 其實應該先跟他爸談 真的喔 對 好 那這個辛西亞呢 你的看法呢 其實我從這裡面得到什麼啟示 因為我剛才我記得就是 鄭大哥前面有問我們說 如果說今天你就是發現了自己 老公有購買保險套 那他你問他他又不講 對不對 你一定沒有 以死不通 證據嘛 就是說保險套 他如果給你很白爛說 我跟我弟兄玩打水 打水仗的遊戲 直接來做成水球 你能怎麼辦 我剛才在思考說 今天如果是我啊 我一定會告訴老公說 好沒關係嘛 因為發票不會平白無故的出現 在我們家裡面 我會跟他講說 好那這樣子好了 反正我跟你也沒有什麼 要有小孩 你給我去結雜 為什麼 因為表示今天 你有沒有做什麼 你自己心裡有數 你會買保險套 你就怕又有後患嘛 留了什麼孫子在外面 那既然這樣很簡單 你就去結雜 我會壓著他去結雜 所以你在外面 跟你要有性關係 沒關係 反正不會生 這樣就好 對 而且我覺得很多男生 坦白講 他們都不想要挨那一刀 他們會覺得就是會痛 還怎樣 沒關係 你就去挨這一刀 那我覺得就是先把你這個後患 我先先先除掉 這樣子我們要走下去 我覺得比較有機會會走下去 就這樣而已 對 你要挨這一刀 一定有 我覺得你是有百貨的女兒 那不然怎麼辦 我難道就放過你嗎 就想說我也死無對證 然後就憑個這個發配 我保險他 你一定有做什麼嘛 先結雜 先結雜 H呢 你就叫我結雜嗎 還是 對啦 會啊 如果要我去結雜 我會去結雜 但是這個新聞 我覺得有一點點 我有一點小疑惑 當然剛剛提到 發票為什麼要留呢 發票不用留 對我來講 我覺得發票不用留 我覺得這個在做壞事的人身上 你甚至你沒有良心 就是你今天可以做壞事 我不能說你今天 就算做了壞事之前 你應該要想像說 如果不小心被抓到的話 其實會傷害到別人的心嘛 那你這樣做的話 是要留證據 你不能說你不能 不然就是說 你根本就不在意人家 發現你這件事情 我可不可以再加強補充一點 就是說為什麼他會留呢 像你現在還不能理解 像到我這個年紀 我又近視又老花 其實我告訴我 我對他比較很累的 你知道嗎 所以他也可能他老婆 也是我這個年紀 既老花又近視 他覺得他根本就沒事 不會看那麼小字 你理解不是吧 就是我沒有想到他女兒會幫他對 沒有想過 對可能他老婆以前也不對發票 也沒有這種習慣 不過我想要來再補充一點 我先問一下這個財經常識 你知道我們現在發票最高是多少錢 獎金 一千萬 一千萬幾張 一張 但但有時候好像 我記得有一次好像是有到四張 我們現在一千萬的花票 因為我們是整個量 來決定 他應該有幾次幾張一千萬的 大概有九張左右 但是九張 每一次大概都會有兩三張 沒有人去領 因為他不知道自己得獎 對 因為很多人沒有對 或者花票丟掉了 你買保險套丟掉了 那是一千萬 所以要留著 不是 我是覺得你前面留著OK 我跟你講後面那一張可以扔掉吧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要拿來懷念 商品的部分要有明細 我覺得男人的心態有時候很奇怪 大家來想想看一個男生 他可能跟老婆長期沒有性生活 今天呢 終於我有機會買保險套 我覺得心態第一個會覺得 當然他們會 你們會覺得老婆不會管 二來是這是我愛的印記 你知道有些人跟小三偷行 真的會去留一些 我看過有人就是留保險套 用過的保險套 他想要留下來 那時候之前不是有個新聞嗎 說一個補教名師跟女大學生 小十八歲偷情 他把用過保險套放在後車廂 這個車輪備胎的地方 因為他覺得第一個子子孫孫 他覺得真的是太可惜了 我想要留著 那是當一個愛的印記 愛的證明 這是我們愛的濃烈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他把發票留下來 也是因為我今天開機 可以開這麼多遍 老子的豐功偉業 我要讓自己很自嗨 很自爽他留下來 二來是我覺得他有可能 他也不care 老婆發不發現 有些男生他偷吃他出軌 他認為今天我只要 老婆你要跟我攤牌 你要去要留 我就讓你決定 你要不要今天跟我離婚 你就開一張口 可是我是不會 要說我今天跟你離婚 我被發現就被發現 我就兩手一攤 那你想要怎麼樣 你想要離婚 我就簽字 所以我覺得他的心態已經是 要嘛就是我不怕老婆發現 你要離婚就離婚 要嘛就是愛的印記 最後就是我想要對講 還有一件事情你知道嗎 他不是說他們半年都沒有了嗎 這半年到底是老婆不要 還是老公不找他 這是兩個概念 那有些男人就會覺得說 你又不給我 那你要我怎麼辦 我還蠻好的你知道嗎 所以你就知道 我接下來的日子就這樣嗎 就有些男人 還會把這件事情 如果說他是要 像老婆希望要 然後他不給 然後他有時候還會怪到老婆身上 是你不給我 所以我才去那個 好我們現在特獎是一千萬 那頭獎也有兩百萬 其實每一期都有千萬富翁 但是自己不知道 那這個H說有讀者寫信給你 發現他老公什麼事情 我先講一下 這個發票 我自己是不對發票 因為我不認為 我有這種偏財運 而且我要講說 這新聞裡面 這個人可能很少做壞事 我年輕的時候曾經有過一次 發票的這種小事情 所以讓我決定以後 就完全不留發票 比如說 很年輕的時候 會瘋打麻將這件事情 那大家都約說 你們幾點幾點到我家打麻將 比如說幾點去 去那個律師家打麻將 那去之前到他家樓下 我們就會打電話 就問說你要不要 幫你買些什麼飲料什麼的 那我上次去的時候 剛好是去一個女生家裡打 他說我不用飲料 他說可是我剛好那個衛生棉沒了 你幫我買一下 對 那我就在他們家樓下的便利商店 就買了嘛 那買了他就拿上去 那當然有發票 拿上去之後 可是可是那個時候 我是有女朋友的 然後我那個時候跟女朋友 女朋友是不喜歡我打麻將的 所以我是騙著她說 我不喜歡你幫別的女生買衛生棉 我是騙著她 不 我是騙著她說 我是回家睡覺的 但事實上那天晚上 我是去打麻將的 這當然就是對她來說 我就去做壞事了 可是我買了這個衛生棉 去了打麻將回家之後 就半瘋半醒我就回家 這發票還在我口袋裡面 可是隔天他來找我啊 那我忽然那天早上醒過來 就發現不對啊 這張發票如果被他發現 昨天我去了哪裡 我不就 我就啪啪了嘛 對所以我就 趕快把發票丟掉 我那時候就意識到一件事情 這種東西完全 不要留下任何證據 解釋不清 對解釋不清 因為你怎麼講 我絕對去打麻將 我幫他叫他 幫我買那個衛生棉什麼什麼 這個太麻煩了 所以我就一律鼓勵大家 不要留發票 不會中嘛 誰說不會中 我幾乎我去年幾乎每次都中 兩百塊 兩百塊啦 不是兩百萬 我也兩百 那像我 像我這邊就也有一個讀者 寫信證告訴我 等一下我們繼續說 不過中兩百塊 不一定是好事 為什麼 我曾經中兩百塊 我脆整個 脈酒又要臉出來 你知道我放了一攤嗎 這是小確幸 對啦 小確幸 對話不要說小確幸 但最中了 也一點點高興 因為兩百嘛 結果隔天 人家在核庫面前去領錢 去領那兩百塊 結果車子被拖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